我其實也沒有看其他人的戲 所以也就沒有說看好誰 但是對於自己的表現我是蠻有信心的 當時演得很開心而且演得很盡興 所以我覺得是我其實蠻滿意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戲份不是說戲的時間多還是少 我覺得這個戲份本身是很足的 尤其是因為他是從唐山島南洋過來的一個人物 所以大家都不是說對這個人物很陌生 那當然我也很感謝 因為榮迪寫了這個人物本身經歷了這些事情 然後也給他這個篇幅 所以我也覺得如果不是他寫的呢 我也不可能會有機會演這個角色 那當然也是因為之前我也有跟張隆敏監治 還有燕京導演聊了很多很多 然後他們也可以說是我第一次在演這個戲的時候 他們就roll讓我想怎麼演就怎麼演 我演得特別享受 也很感激有這個機會 因為我知道在這裡拍戲有時候時間的關係 很難說你想演多長就演多長 所以很感謝他們給我這個信任還有這個空間 所以我要感謝人太多了 如果從我爸爸開始講起的話應該50秒來不及的 所以我全部在我心裡我謝謝包括太多人了我的manager 公司朋友太多太多人 我蠻看好同語的因為我跟他連續合作了兩部戲 我看到他的進步看到他的認真 看到其實現在男藝人方面呢講真的不只他 八公子就算他們的戲在播 我沒有演我也有看 看了以後呢我也會WhatsApp他們 你問他們很多都知道的 我跟他們講哪個地方好 哪個地方我覺得可能稍微加油一點 他們都知道 我真的希望看到多一點男藝人 能夠站在這個舞台上 能夠在這個演藝圈發光發亮 我不是一個好像以老賣老的身份 我叫他們朋友這樣子跟他們聊 他們碰到什麼東西 他們都可以來找我 就是彥峰啦 明杰啦 總江啦 羅美歐都是一樣的 我對他們都一樣的 然後更何況是洪宇 洪宇基本上他雖然不是新人 但是他在表演方面 真的我看到他的那個很努力的進步 他跟我合作的時候 我們有商友良怎麼樣的 看到他在工作方面 他知道什麼叫做teamwork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好好地給他獎勵的 因為我覺得洪宇真的表現得很好 他不只是在工作表現上 他在我們工作的時候 就是工作之餘 他對大家的那種態度跟認真 是我覺得一個演員 除了在舞台上演戲 在螢光幕前讓大家看到他的認真 在背後也要看到他認真怎麼做人 這一點說我覺得 藝人就是應該要這樣子的